这是三十年的老住宅 屋主刚刚好他们也是退休 一段时间的一个退休人士 由于三十年的管线 基本上都没有去做过更换 为了安全起见来讲 我们从了水管到我们所有的电线部分 也全部重新更新 让三十年可以再延续以后的三十年这样 在风格上面有屋主 他们其实还蛮明确的 希望空间可以清新简单 他们好整理打扫 所以我们用了大量的木纹 大量的像规照图的材质 去营造出符合他们家人文气息的一个味道 同时间再搭配类日式风格的空间 然后去做一个主要的定调 为了要让它有隐私 所以一般传统我们可能会做隔渣或做屏风 但是单纯只做木头的屏风来讲 却又觉得它太自适了 所以我们就玩一些比较有趣味性的 我们做隔渣 但是这个隔渣我们做的比较特殊一点点 它是可以旋转的 可以随自己的心情去做调整去做变化 也考虑到了未来假设真的需要轮椅的时候 我们的回转半径起码一定要有一米以上的空间 我们在旋转这地方就直接全部把它预留出来这样子 一般来说呢 在公领域的放大来讲 其实运用的手法很多 以我们今天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它就刚刚好是餐厅跟客厅 这个空间来讲没有任何太多的遮蔽物 我们就把这两个地方把它结合在一个区块 利用同一种元素 比如说自然健康的硅照图 或者是木质类的材质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之后 空间大小有了 材质一致了 在视觉上面来讲就有放大的效果 一开始原先的时候 其实他们只想说他们要平面的墙面而已 对 但是我是觉得单纯一个很平面的墙 那从玄关一进来 看到那面墙 好像有一点 感觉就差了一点点什么样的空间这样 所以呢我们在上面就 故意我就直接跟我们师傅讲说 我们上面开一个孔 我们要买灯这样子 很难准的说 这就是我要的 所以其实让我们团队其实大家都很开心 在厨房上面来讲 女屋主她就说她想要挑战白色的 对 那我说哇 你这么大胆 她说对 那我说你既然选用白色的 那我们就陪你一起冒险 那所以在材质上面 不管是在台面到我们的面板上 一律都用白色的 但这时候我们遇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 在墙面上面我们比较没办法克服 有类似像这样子的摆设 所以后来我们就选用了法郎板 对比较少人会使用的也有材质 那利用法郎板上面来讲它有磁吸的功能 它可以在上面连很多的memo 连很多他们所需要的一些交代事情 甚至他们可以在白板上面去做一些记事 记录的效果这样子 对 所以当他们看到之后他们说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说原来墙面可以用法郎板去做 比较特殊的是在厨房的地板 刚开始我们也是选用深色的 我们就说你要那一张 那比较可以安全防滑 所以他说其实是选用防滑砖 黑深色的 那后来屋主就说 为什么我们不用白色的 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我们现在厨房的地板 也是白色面的磁砖这样子 那整个全部通都是白色的 没有想到这个效果还出奇的好 所以其实女主人每次来的时候 她都说这就是我的杰作 很常就这样在跟大家夸这件事情 其实在结构上面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变化 主卧房的区域上面 其实渗漏水非常非常的严重 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除了全部拆完恢复之外 我们也把所有的漏水区 尽可能的全部都挖掉 然后去找出问题所在的地方 去把它解决 主卧房其实是女主人 她去做使用 她所希望其实就是 可以让她有个轻松 自在的一个空间 把她最想要的硕与百叶 也把它使用上去了 当我们全部都回复回来的时候 其实她的胃浴空间大小啦 里面的空间其实就变得 没有像以前那么大 所以我们利用了一些 比如说推拉门的方式 去把里面的一些可能会浪费掉的空间 我们把它争取回来之外 那尽可能的让里面 维持在一个舒适 然后自在的一个环境 我还是一贯维持在我们的信念 就是可以让她在这个居住的环境当中 第一个她们是可以轻松 可以自在 那可以满足她们生活上面 所有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 就是这个环境可以让她们能够健康 所以我们在材质上啦 在环境上面 我们都以这个方向去前进 在环境上 HU F T